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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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米烈 小米烈 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 我弟妈呀 哎呀 我弟妈呀 怎么了 你们是不是都知道啊 是不是就瞒我一个人呢 是不是 什么事你倒是说呀 小米烈要结婚了 你们不知道吗 啊 你这孩子 不是 啥 结婚了 不是 我说王小倩啊 你说话还靠点谱谱 她连对象都没有 跟谁结婚呢 对呀 你这不毁她呢嘛 你这不毁八道吧你 大公了 你别上脚 上脚我就废 你们都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那我告诉你们 啊 今天小米烈 给我打了个电话 啊 让我去她棚子取东西 啊 取之前千叮咛万嘱咐 告诉我不准打开 不准打开 她越这么说我越想打开 结果我打开一看 哎呀 我的命运啊 你这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哎呀 孩子们呢 这上面是谁呀 不是我看看 妈呀 妈呀 妈这个 距离产生美 你远点 对 你俩给我起开 让方奶奶看看她 未来的姑娘在讲啥呀 快看看 瞅瞅吧 这位是新郎 不是 这是老郎 我 我怎么蒙穿了 妈妈 慢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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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这迷糊啊我呀 哎呀 妈 我是做梦吧 妈 没事 你别着急啊 妈 你就是做梦的 你先到床上躺一会儿啊 怎么还做梦了呢 这是咋的嘞 没事没事 没事 这这事咋做梦呢 来 妈 哎呀 哎呀 晃着我了 晃着我了 晃着我了我啥也看不清 为什么看不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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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我美丽的大姐的脖子上 戴了一个非常贵重的钻石项链 看清楚了吧 哎呀 行 一会儿我的礼物不要太暗淡啊 媳妇 你的礼物我早就买好了 真的 在哪儿呢 我要告诉你 你的礼物就在大姐脖子上戴着你 你能信不 别说的没用的 大姐你信吗 我不信 你信 是我老公给我买的 赵刚子 听见你媳妇说了吗 这么贵重的钻石项链 是你给她买的 你能信吗 不是 晃着我 你瞧你那个嘚瑟劲 干什么吗 能信吗 你不就 你把手松开 那是我媳妇 行 我把你媳妇还给你 我就问你 这么贵重的钻石项链 买得起吗 你送的你信吗 我信 这是我老公给我买的 对 就是我大姐夫给我大姐买的 看见了吗 大家都信 听 我说你等会儿 警方邻居们你们信吗 是 你们怎么也信 不是 赵刚子 我刚才让你拿着我这钻石项链 开开你的脑洞 我没让你抢我的呀 什么抢你的呀 这我老公给我买的 就是我大姐夫花钱买的 对 什么玩意他买的 那我问你 你从哪儿买的 告诉他 哪儿买的 门口金店 嗯 金店 干什么 你给我个解释吧 不是我 这是我告诉她的 在门口金店买的 行我再问你个问题 你不知道的 这么贵重的项链 多少钱 你告诉我来 大姐夫 告诉她多少钱 两万三千吧 就值那个价 大家我信不信 信什么信 哎 小达 你俩谈啥呢 谈恋爱呢 谈什么 快点 哥 我可以把手拿下来 但是你保证不吵吵 怎么说 那个男的吧 是来跟我相亲的 哥你知道的 我有相亲恐惧症 所以我就找嫂子帮忙 替我相亲 万一人好 我再单线联系 你说你干的什么事 不行 赵刚子 这么点小忙都不帮 是不是 我俩啥关系啊 你要是不帮我 今天晚上三点 还给你发微信 我们俩聊一聊 情感问题 行了 哥 还有个事 还有啥事啊 刚才我一出口嘴吧 说我也是来相亲的 相亲对象是你 你说你干的 这叫什么事啊 不行 赵刚子 今天晚上三点视频聊天 行了 哥还有个事 怎么还有事呢 没多大事 我就是说 嫂子不是在相亲吗 你别紧张 哦 这 这我不紧张 那又是被相让了呢 基本没这个可能 忙的呢 忙啥呢 相亲呢 相都打样啊 正等结果呢 嘛 你俩认识啊 他是我老 姨 老姨啊 外层这么大了 不是亲身的 是干的 哦 好干的 嗯 爸 他老姨啊 叫你呢 老姨 啊 哎 今儿我想跟你说两句话 啊 这 这 你俩 能 没事 这我老姨 不要紧 随便说 没事 老姨 这是 啊